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呢一二三章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下礼拜开始连续两周OK两周不晓得讲不讲得完讲不完我们另外再加课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将另外一种解法讲完那另外一种解法对你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紧接着你们电磁学呢马上就要面临到一些一些问题OK那我希望能够在此 之前啊赶快的把它补上去你们电磁学现在交到第几章了你们交到第几章第二章刚开始是吧是不是刚开始对OK所以我们还有点机会迎头赶上 我们上次呢在讲到当我们在解个温方程的时候 好来赶快还有两分钟可以可以搅啊搅到这边来搅到这边 就直接放在上面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呢它是second order linear non-homogeneous ok the ODE 那我们就说它的解非常简单 基本上这个解呢会有第一个homogeneous部分的解 再加上一个particular的解 这particular solution呢我们上次呢怎么教呢 ok 我们就说use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method to find to find yp 对不对我们上次就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这个方式呢有个基本上的要求 有个基本上什么要求呢 也就是说 这个形式上面啊 rx and rplanx 也就是说你把它围完分之后啊 他们两个形式啊 非常像 ok 有非常相似的形式 那这个时候可以用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但问题是全世界也没有什么东西都很相似的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上次为什么用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我们怎么弄 假设你有一个rx是x的n次方 那你就怎么假设 就假设它从x的n次方开始 一直到xn-1 一直加下去 加到x的0次方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这个是前面有系数 各位有没有发觉 后面的形式跟前面形式差不多 你可能是个什么cos的 Omega x 那你就假设它是cos的Omega x 再加上sine的Omega x 类似这种形式前面再加上两个常数 这两个都差不多 exponential呢 就假设它是exponential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method的方法 但假设有的东西不行 那要怎么办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什么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ok ok 我们要讲这个办法 ok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它是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 我们可以选一样 if yh 可以写成为 c1 y1 再加上c2 y2 已经解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yp呢 可以直接用一个式子 来计算它 它会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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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一旦知道 Y1跟Y2之后 它partic的手续学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计算 那这样子就比较简单的 这是怎么样一个呢 因为Y1跟Y2都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partic的手续学就等于负的Y1 乘上什么 乘上Y2再乘上RX 不要忘了RX就是后面 非其次项的这个 除以Ronsky Ronsky就是它 之后对X做积分 再加上Y2 乘上Y1乘RX 除以Ronsky之后积分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好像很 很奇特对不对 OK我们来做一个试试看 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个试试看 然后呢 我们来证明它 OK 假设我们有一个 方向色是这样子 我们要求解 那这一看起来 发觉说这个蛮复杂的 因为呢 这个非其次项这边啊 它不是Sine或Cosine 它是它们的导数 假设哪些人跑出个Tangent 哪些人跑出个Log 那不是很多都不一样吗 对不对 或者是一些Combination 那就更加复杂了 OK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当然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求解 OK Solve Step 1 Find YH YH是什么 YH Is the solution of什么东西呢 Y double plan 再加上Y等于0的Solution 它是其次项 我用方程的解 那这个解好不好解 非常好解嘛 对不对 它的解会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什么东西 它假设弯光光了 Try一次来 Try 这一看都是常数嘛 Try Y可以等于Explanetial Lambda X 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个叫 第一个式子 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这个叫第三个式子 所以呢 第三个式子紧接着 一次方微分会等于Lambda 管它的 我们算快一点 因为这位已经太熟了 对不对 算太多次了 我们就把第三个式子 带到第二个式子 经过一段整理之后 你会得到Lambda平方 再加上 1等于0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Lambda会等于正负I 是不是 Lambda等于正负I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很快就可以求出来 Y呢 H呢 可以等于什么 Cosine X 再加上B Sine 我们的解 我们的解 马上就可以求出来了 OK 那事实上 这个呢 意思就是 等于A的什么 Y1 再加上B 乘上Y2 所以Y1就等于Cosine Y2呢 就等于Sine 告诉我们 Y1 可以等于Cosine X Y2 可以等于Sine X OK 这个是我们第四个 有的第四个 也就是Y1 Y2 已经求解出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带入 下面这个步骤了 Step 2 Variation Parameter Method OK 我们就应用这个Method 那 这个Method 它告诉我们 YP呢 会等于什么 负的Y1 积分 Y2 乘上RX 除以Romsky 那对X 积分 再加上Y2 乘上 Y1 乘上RX 除以Romsky 再对X积分 OK 那 这第五个四子 就是我们YP了 那我们怎么算呢 第一个 要先把它积分完嘛 对不对 我们看看怎么积分 先看看Romsky 等于什么东西 Romsky Y1 Y2 Y1 Plant Y2Plant 这个是Romsky 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下啦 Y1是等于什么 Cosix Y2等于Six 他们的V分呢 Cosix的V分 变成负的Six SixV分 变成Cosix 所以呢 这两个箱层 剪掉这两个箱层 刚好等Cos平方 加S平方 等于1 哇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Romsky刚好等于1 你看看 真的是很棒 OK 然后再来Rx 是等于什么 从题目里面告诉我们 第一个式子 里面可以告诉我们 Rx 就等于Cosix 分之一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算 第一个积分呢 Y2 Rx 除以Romsky的Dx Y2是等于什么 Six Rx 等于Cosix X分之1 X分之1 除以Romsky 是不是 是不是 第一个 第一个就可以算出来 但你说 要不要加上一些 常数啊 什么的 我们这边呢 暂时先不用 OK 这是第一个 我们已经算完了 我们现在再来算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Y1 Rx 除以Romsky Dx Y1呢 是等于Sine X Rx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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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Cosine 对 这是Y2 Y2是Sine Y1是Cosine X 那下面也是Cosine X 分之1的Dx 它是不是就等于Dx 就等于X 对不对 我们这样算完了 所以这样一来 它告诉我们YP啊 会等于什么东西 负的Y1 Y1 Cosine X 乘上那个积分 就是这个 加上Y2 Y2是Sine X 乘上X 放在后面不好看 我把它夹在前面 Particular Solution 好像就算出来了 OK 那最后面呢 Y of X YH 再加上YP 它就会等于A Cosine X 再加上B Sine X 这是YH YP呢 就是后面这一段 负的Cosine X Log Cosine X 再加上X Sine X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 请大家试着把它丢进来 算一算看看 看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OK 好我们来快速算一下 验算 YP是这样子 那YP的一次方微分会变成什么 负的 前面不动微后面 负的Cosine X 后面一微变成Cosine X 分之一 加上后面不动微前面 Cosine微分变负负得正 Cosine X Log Cosine X 再加上 前面不动微后面 X的Cosine X 再加上后面不动微前面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呢 互相消掉 是不是变成负一 OK 好 再问一次 因为我们要把它带到原来的式子里面 原来式子里面有两次方微分嘛 所以第一个负一的微分就不见了 第二个是这两个 前面不动微后面 前面不动 Cosine X 不动 微后面 Cosine X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后面不动微前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前面不动微后面 就变成负的 X Sine X 再加上后面不动微前面 Cosine X 再加上这个的微分 Cosine X OK 好 所以这样一来呢 YP的两次方微分 再加上YP 也就是我没有把它带来这边 看看得到是不是Cosine X 分之一 OK 那YP的平方 再加上YP 就等于这一大串嘛 那我们直接看看 相当于这个 加上这个 这边有个负的Cosine Log 这边有正的Cosine Log 是不是这两项消掉 这一项 跟这一项 消掉 好 再来呢 这边有X Sine X 负X Sine X 消掉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剩下的是什么东西 是这两个东西 这个会变成Cosine X 分之一吗 还是我有没有算错 第一项哪一项 这个 不是啊 现在我这个 是从这边来的 因为还需要一个 圈入嘛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个 就弄错了 来 冲来一次 原来是弄错了 好 第一个 V分它 负的 它不动V后面 负的Cosine X V后面 要迁入 第一个 是Cosine X分之一 第二个 再对Cosine V分 会变成 负Sine X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样子 再来 再加上后面 不动V前面 Sine X Log Cosine X 再加上这两项 X不动V后面 X的Cosine X 后面不动V前面 就变成Sine X 好 这个算完了 再来这边 那这一边呢 这两个刚好互相消掉 负号 刚好互相抵消掉 前面就是Sine X 所以第一个 再对Sine X V分会变成Cosine X 对不对 Sine X Sine X 有两个Sine X 是不是变成 两倍的Cosine X 对不对 那后面呢 再加上 后面不动V前面 Cosine X的Log Cosine X 再加上前面不动 V后面 它又是Cosine X分之一 再对Cosine V分 会等于这样子 好 再加上 这个不动V后面 变成负的X Sine X 再加上 后面不动V前面 Cosine X 再加上 这个的V分 Cosine X 是不是 怎么看起来这么麻烦啊 我有没有弄错啊 我每次说到后来 我都有点怀疑 我到底有没有弄错 这个Cosine不动VX 变成Cosine X 没错嘛 Sine X V分变Cosine X 好 然后这两个相加 这个 加上 这个 负了Cosine Log 正的Cosine Log 这两个消掉 X Sine X XSine X 消掉 就剩下这一大串 所以再大家看 能不能整理一下呢 能不能整理一下 现在 一二三四 有四倍的Cosine X 减掉 Sine平方 OverCosine X 这能不能简化 这是变成什么 什么的东西了 诶 怎么算不出来 我有算错吗 Cosine X Log Cosine X 加上X的Sine X 没有错啊 但怎么算出来不一样呢 为什么这个式子 跟左边一一不一样 我又没有哪边算错了 这边是两倍的Sine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重复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杀掉 所以变成三倍的 是不是 对 这边变成两倍的Sine 就变成V分管变成两倍的Cosine 没错吧 然后 这个也没错啊 第一个是 后面不动V前面 前面不动V后面 就是负的Sine平方 OverCosine X 前面变成V 这个都消掉了 就变成三倍的Cosine X 这个能不能化减到Cosine X分之一呢 可不可以 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啊 你们要不要回家试试看 回家试试看 所以这个计算不是我的长项 你们要帮忙 怎么样 还是这个方法 根本就不对呢 根本就不对 有人认为 根本就不对啊 老是讲的 老半天是讲错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 我们看看 他当初怎么得到这个东西 他这么天才 他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我们 先来看一次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很快速的把 这边我要擦掉了 好 反正我们要算这个 我们到时候再回来就是了 OK 他现在是这样子思想思考的 我没有 OK 我们先来证明它 我们把equation通通都重写 这是第一个equation 再来呢 这是第二个equation OK 其中的y2 y1 已经知道了 已经解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assume 他假设什么呢 yp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写成 一样是y1 跟y2的某一种线性组合 但是 绝对不能线性组合 要是线性组合 它就会相依 我前面乘上个u 后面乘上个v 假设u跟v解出来 这个解就解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三个四子 假如说第三个四子 就是我们的解答 那么 我们把第三个四子 带到第一个四子 一定会成立 OK 但是呢 假设我们肉眼看 第三个四子 带入第一个四子 带进去 不过得到一个四子而已 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有两个位置数 第三个四子 带到第一个四子 你是解除一个四子数 还是会解除两个四子呢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明当怎么做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你要把第三个四子 带入第一个四子 那 第一个四子里面 有一次方微分 跟两次方微分 我们先把第二个四子 先把yp呢 微一次看看 这一微之后呢 这边就变成两 两项 对不对 第一个前面不动 微后面 u不动 微后面 再加上 后面不动 微前面 再加上 后面这个v 我怎么一下子 我怎么都在换颜色 来 尽量用一个 同样的颜色就好 v不动 微后面 再加上 v v的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发觉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呢 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是我们有两个位置数 u跟v 但是带进去的结果 只得到一个四子 这个四子 就有两个位置数 可不可解 无法解 两个位置数 起码两个四子来解 对不对 要不然你会解除一大票相依的结果 这次怎么办 这次呢 再做个很大胆的假设 假设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假设一件事情 它是说 u的一次方微分 乘上y1 再加上v的一次方微分 乘上y2 也就是这个四子呢 假设只微前面的 后面y1 y2不微 它会等于0 哇 好大胆的一个假设啊 那管你的 你这假设的出来 带进去结果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对不对 OK 看看有没有这么幸运的事情 这是第五个四子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把第五个四子 带到第四个四子里面去 你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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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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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相加等于0 那是不是告诉我 我yp' 事实上只剩下前面这个 u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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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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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V Y2 对不对 我们只剩下这个 那紧接着 那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算 再V一次啊 再V一次呢一样 前面不动V后面 U不动V后面是Y1的Double Plump 再加上 后面不动V前面 U的Plump Y1的Plump 再加上V不动V后面 Y2的Double Plump 再加上 后面不动V前面 所以我们把它的一阶 导暗数两阶导暗数 统统都算完了 然后呢还有原来假设的这个 我们统统把它丢到 第一个赤字里面去 所以我们把 3 6 7 带到 第一个赤字里面去 我们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变成 这个 加上 P乘上这个 加上 Q乘上这个 会等于Rx 然后你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会得到第一个 U 乘上 Y1的Double Plump 再加上 P Y1的Plump 再加上Q Y1 再加上V 乘上 Y2的Double Plump 再加上P Y的Plump 再加上Q Y 再来 加上 U Plump Y1 Plump 再加上V Plump Y2 Plump 又等于R X 又等于这样子 但你一旦弄成这样子之后 你很快就发现 这个东西一定要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Y1是这个的奇事结 这个是指的奇事结 也就它会等于0 Y1带进去呢 它会等于0 也就这个会等于0 Y2带进去呢 也会等于0 就变得没有前面那两项 我们只等于什么 后面的这两项 对不对 后面的这两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U Plump Y1 Plump 再加上 V Plump Y2 Plump 要等于R X OK 这个是我们第八个式子 那不要忘掉 我们这边呢 这是第一个假设 对不对 在U跟V解出来就解出来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 U跟V只有一个方程式 当然解不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运用了第二个假设 假设有另外一个方程式 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第五个式子 写在这边 U plus Y1 再加上V plus Y2 等于0 这是第五个式子 我只是重新写在这边而已 现在就变成一个连立方程式 你只要把U跟V解出来就解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变得容易很多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第一步呢 先把V Plump 想办法杀掉 VPlump 想办法杀掉呢 我们就把上面这个式子 乘上Y2 下面这个式子 乘上Y2Plump 然后两个相减 对不对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是第八个式子 乘上Y2 既然要相减 乘上负的Y2好了 我先把负的放在前面 再加上第二个式子 第五个式子 乘上Y2Plump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呢 式子会变成负的Y2 OK 负的Y2 UPlump Y1Plump 再加上 我干脆把这个写在后面好了 这一层负的写在前面 UPlump 在这边 它前面是 乘上Y2 Y2 然后Y1Plump 再加上 减的 VPlump 乘上Y2 Y2 Y2Plump 等于 负的 Y2 乘上R 第二个式子 我们两个式子要相加嘛 对不对 第二个式子是 5的这个式子乘上Y2Plump 所以它会等于UPlump Y1 Y2Plump 加上VPlump Y2 Y2Plump 要等于0 0层上任何东西通路都等于0 这一加 右边呢 等于负的 Y2R 左边呢 这上下相减 等于0 这边呢 UPlump 大家都一样 它会等于什么样 Y1 这是正的 Y2Plump 减掉 Y2 Y1Plump 它会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在这边讲 好吧 UPlump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不就是Ronsky吗 Ronsky是什么 Y1 Y2 放在 旁逆式子 这个的上面 然后下面放他们一次放微分 所以它是不是Y1乘上Y2Plump Y1乘上Y2Plump 减掉 Y1Plump乘上Y2 这个就是Ronsky 所以它是不是变成 乘上Ronsky 等于 负的 Y2R 所以将来是不是告诉我们 UPlump 它会等于 负的Y2R 除以Ronsky 所以 是不是告诉我们 U的本身 要等于什么 负的 Y2R over Ronsky 对 X的 几分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解出来了 9 你就把U解出来 所以你把U再带回来 这个地方 是不是Y1乘上那个 是不是就变成第一个式子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已经解出来了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把U 想办法把它扣掉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把上面的第八个式子 乘上 因为这边是Y1Plump 乘上Y1 减掉 第九 第五个式子 乘上Y1Plump 那我们就会等于什么 第一个 上面乘上Y1 会等于UPlump Y1 Y1Plump 再加上 VPl Y1 Y2Pl 要等于RX Y1 R 第二个式子 简单 这边要变成简单 后面称到Y1Pl Y1 Y1Pl 再加上 VPl Y1 Y2 Y1Pl Y2 等于0 所以这两个一相减的时候 这边会变成Y1R 这边刚好消掉 这边会变成VPl Y1 Y2Pl 减掉 Y1Pl Y2 这一看就知道 这个就是RX 所以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到V Pl RX 等于Y1R 所以呢 就代表V Pl 等于Y1R 除以Ronsky 所以就代表 V 要等于 Y乘上R 除以Ronsky 对X做积分 这是第四个式子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 再带来这个地方 乘上Y2 不就等于它了吗 所以没错啊 OK 所以这整个求结的过程 都是正确 OK 他只是很大胆的 做了这个假设 一开始这个呢 跟前面很像嘛 对不对 我们说你找到要第一个结 那第二个结 就是第一个结的什么样的 乘上了什么函数 这样就好 OK 所以他做法跟先前做法很像 只不过呢 他Y1乘上U Y2前面乘上V 两个相加而已 之后很大胆的再假设这个 没有想到 竟然可以得到某一个结 那同样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算起来 好像觉得怪怪的 请大家回家 好好的测试测试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交代几个 Homework 起来这边 Homework 2.9节 2.9呢 只是一些例子而已 OK 很简单 RLC线路啊 什么这样子 就大家好好的练习练习 然后把它解出来 然后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去 看看它得出来结果是怎么样 OK 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呢 我们上课不再花时间 好 2.10节呢 就是现在讲的 Variation of Parameter 它只有两题 三跟七 请大家回家呢 坐坐看 OK 这个是下个礼拜三交 好 下个礼拜三交 OK 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进入下一节了 第三章呢 很简单 我们呢 简介简介 OK 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下去做 那简介简介呢 大概我们的感觉就差不多了 很多地方的做法呢 完全跟先前的一模一样 OK 只不过它的order呢 高了一点而已 好 OK 好 那我们从这边来 趁着大家精神有点换山的时候 来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呢 从这个学期开始到现在 到底上了哪些东西 我们最终要在解问方程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有讲 First Order 对不对 最后有讲 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呢 又分为Homogeneous 跟Non-Homogeneous 这两种 那我们就说First Order 一开始我们怎么解 先问一个问题 变数可不可分离 Separational Variable 写中文好了 变数分离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把它分离了 两边直接积分 我们就直接分离 加积分 加U 这样子 就得到答案了 对不对 要是没有 No 怎么办 想办法把它变成可分离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简单了 那你就把它分离了 再加上积分 再加上积分 就得到答案了 对不对 假设不行 怎么办 看看是不是Exact 是 那就用Exact 解法 对不对 假认误分离了 假认 那就想办法把它变成Exact 然后呢 就用Exact的解法 对不对 假认误分离了 假设也不行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还用没有教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我都忘了 什么方法 我们说假设它不是Exact 所以我们可以说 用什么方法 If no 那怎么办 我已经忘掉了 我真的忘掉了 这下来是什么 什么F 对 就是说 假设它是Exact 假设不是Exact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变成Exact 最后来解 对不对 积分离子其实就是 想办法把它变成Exact的方式 对不对 我们就假设这个解 假设它不是Exact 我假设它乘上某个函数 就让它变成Exact 那个是什么函数 最后发觉是 积分离子解出来一个函数 对不对 最后呢 就用Exact来解 那假设也不是那样 怎么办呢 我已经忘掉了 你们回家想一想 好不好 有个什么 H次方了 H那个就是积分离子 不是吗 我已经忘掉了 OK 管它了 来来来来 先到这边 然后到了Second Order呢 我们要谈的一个东西 很简单 是Linear 一定要Linear OK 然后呢 我们就谈两种Case而已 第一种Case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Y double plan 再加上常数 常数的 对不对 这是常数 Constant 那我们就说 那就Try什么 TryY会等Excelential Lambda X 然后就算出来 是不是很快速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出 它的特征函数 然后就可以得出 Lambda呢 可能会有Lambda1 Lambda2 或者是 O 或者是只有一个Lambda 时数或者虚数 然后你就Case1 Case2 Case3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跟这个长得很像 所以我们先照抄 前面呢 乘上X平方 这前面乘上X 这前面就不成了 那这个事怎么办 我们就Try Y呢 会等X的M次方 把M解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带进去 巴拉巴拉巴巴 同样的做法 又跑出Case1 Case2 Case3 解决 我们只讲这两种方式而已 好 假设 Lambda1 我们今天是怎么办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 这RX 不等于0 那我们讲 第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的办法 对不对 假设呢 它是Exponential X 那我们就假设 它是什么东西 就是Exponential X 乘上某一个常数 假设是Cosin Omega X 就假设它是Acosin Omega X 再加上Bsin Omega X 带进去 对不对 假设是X的N次方 就假设它是 KN乘上X的N次方 再加上K的N-1 X的N-1 一直 一直 减到最后面的X的0次方 当然就是1了 前面乘上K点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样假设的方式 这种假设的方式 你发觉 它微分之后的形式 跟它原来 差不了多少 假设之后的形式 跟前面也差不多 假设你不行 那怎么办 今天介绍的是什么 Variation Parameters Method 对不对 我们就开始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用 它说假设 if YH 等于C1 Y1 加C2 Y2 It'sNorm 已经知道了 也就你事先把它解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 Assume Assume什么 YP 是有这两个 做某一种组合 前面呢 一个乘上不晓得什么东西的 后面这个也是 前面乘上不晓得什么东西的 最后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对不对 最后我们YP 就会等于什么 负的Y1 乘上积分Y2R除以Ronsky DX 再加上Y2 Y1乘上R除以Ronsky 就可以这样子解 直接就把它解出来 也就是说上面 好像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对不对 那就不错了 什么叫Ronsky Y1 Y2 Y1 Y2 好 这个版面呢 把我们呢 这个学习上到现在 全部讲完了 你们有发觉 我们根本就没讲什么东西 才讲一点而已 对不对 才讲一点而已 好 那我们 这边是一阶 这边是两阶 紧接着我 那high order怎么办 high order怎么办 我们就用high order的方式来做 也是很类似啊 假设 一样 是常数的 的这个 Win Function 或者是这种的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假设 你是得到比较多的东西而已 照解啊 你可能就不止Case1 Case2 Case3 Case123 456都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呢 你的解更复杂了 这边才两个而已 那你要是解出三个呢 三阶的是不是解出三个 四阶是不是解出四个 五阶是不是解出五个 对不对 那它排列组合起来的Case 可是多了一塌糊涂啊 对不对 那谁怕谁 反正就是这个步骤嘛 OK 所以感觉上啊 就很简单 今天呢 我们待会就会把这些呢 讲完 讲完之后呢 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讲个很重要的 也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拜在他上面的 假设这些方法都不行的时候 你怎么办 OK 也就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Case 全世界有这么简单的Case 有多少 机会好像不是很大嘛 对不对 那不是很大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OK 那是下个礼拜要讲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就开始想 当我们碰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有人这么聪明的 想到用这个踹把它踹出来 他实在是很天才 碰到这种Case呢 在那边 有人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它踹出来 好伟大 那假设这两个都不行 也就我的形式都不是这两种形式的时候 我怎么办 假设是你 你要怎么办 就把你的时间拉回去两百年前 当那些数学家呢 坐在桌子上面的时候 他想到一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方程式都是这么简单 复杂一点的时候怎么办 OK 他们就面对这个问题啊 要是你 你会怎么办 你想想看哦 假设是你当 你在当当时的状况 那些科学家年龄呢 可能都比各位年轻 OK 或者是比各位年纪大一点而已 因为古代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很伟大的时期都是二十几岁 OK 没有到三十几岁还很伟大 因为古代社会医疗没有那么进步啊 到十五十岁就已经快要完蛋了 就已经快要死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OK 你看个古代人 他说是什么 这个 这个 眼茫茫 发灰灰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此动摇 他们那个时候才几岁啊 苏东坡在感叹的时候才几岁 才四五十岁啊 他为什么眼茫茫 因为老花了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因为他有近视 他一直配不到眼镜 那时候也没有眼镜 OK 所以他眼睛从头到尾都是盲的 只是老的时候盲得更厉害而已 OK 那头发变白 现在大家都变白 你染一下就变黑了 对不对 牙齿动摇了 真的哦 以前的牙齿的保健没有现在好 对不对 现在大家要很小心弄你的牙齿 不然的话牙齿怎么跟着你一辈子呢 所以你看现代人到了六十岁啊 才刚开始啊 退休之后人生才开始 你知道吗 以前还没退休就准备进棺材 差多少 所以他们呢 一定要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投注于他这一辈子要从事的职业 他就要搞清楚他要干嘛 所以真的不简单 所以你想想看 假设现在回到当时的那个人 你就是他 你就是全世界伟大的人物 OK 只是还没有发展出来而已 你将要想到一个方法 是这边不能解的 这个方法解不出来的 你将要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把它解出来 那个人就是你 只是还没想到而已 OK 你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请你好好想想看 先不要去翻课本 先动脑先动动看 好 我很喜欢回想当初 我说那些科学家的当初 为什么他这么聪明 可以想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不行 OK 今天我们回头看 很简单 废话 马后炮谁不简单 但是呢 在当时是很难 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没有跟你讲 反正我们再聊个五分钟 没关系 我没有跟你讲个故事 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以前发展飞弹的时候 的故事 有没有讲过 没有 好 那个时候是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之所以会发展飞弹 发展得很好 是因为美国一个最伟大的 飞弹科学家 跑回了中国大陆 好 那个是中国人 他回去的时候才 二十几岁 美国啊 全力防堵他 因为美国都要靠他 OK 那个时候大概快三十岁 快三十岁 之后想尽办法 他还是回到中国 然后就中国火箭就开始出来了 之后呢 他们要发展个中程火箭 中程火箭大概打多久 大概打几百公里而已 结果呢 他们怎么打 就是飞不了那么远 飞到快到目的地 就掉下来 飞到目的地 快到之前就掉下来 所以他们想办法 拼命的塞燃料 拼命的塞 但是那个机体都已经固定了 OK 你不能再大了 燃料没有地方再塞了 没有空间了 你永远达不到地方 所有人都愣住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能塞的都已经塞了 就突然间有个年轻人 也是年轻人 大学毕业没多久 他突然间一想 为什么要塞呢 为什么不把燃料减掉呢 他说 拜托 我都已经飞不到 你又把燃料减掉 他的idea是 我把燃料减掉的时候 我不是体重就减轻了吗 那我是不是加速度可以快一点 这样你能不能弥补 我增加燃料的时候 因为我体重变得更重了 最后你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效益 他就算一算 算我这没人相信 但是就在有一次的会议里面呢 他去堵那个 那个伟大的人物 把他堵下来 他就跟他讲 为什么我们都想到 只是要加燃料 为什么不减燃料呢 那果真那个人是很伟大 他一听 对啊 为什么不减 减可以吗 他就把他的计算公式给他看 他一看 把所有人就召集来了 先减掉600磅再说 哇600磅是多 200多公斤的燃料 飞都飞不到 人家要加一公斤都加不进去 他直接就把他减掉200多公斤 这一减掉之后 发发命中 不小心还会越过头 飞太远 他的想法就很特殊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原创性的思考 这才叫创新 假设你已有了方式 你就可以解的 这个就不叫做创新 补习班教的就是不要你创新 最好脑袋都是光光 所以什么提醒 什么解 什么提醒 什么解 对不对 会不了不了解 那你家的事 反正会解就好了 被公事就好了 结果呢 假设大家从小到大都这样训练 训练到现在 你就很希望看到什么东西 怎么解 看到什么东西 怎么解 脑袋都没有机会去思考 对不对 那我们永远不会有创新的想法出来 但是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是很伟大 很厉害的 自己哪一天可以想出一个脑筋 好像一个灯 灯泡闪亮起来一样 想到一个new idea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训练 你怎么样想出new idea出来 OK 那同样的就给大家这个机会想一想 并不到你一定想得出来 因为全天底下伟大人物没有几个嘛 对不对 但见贤思奇啊 哪一天就轮 机会就轮到你了 你想想看 假设这些都没办法 你要怎么办 OK 你要怎么办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讲 海鸥的 好 Chapter 3 Chapter 3 最初只是很简单的介绍 假设你order比较高 当然 我们目前只是针对linear 哪linear因为太复杂了 OK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解答 那我们先看看 标准的形式 你的y的n次方微分 现在微分呢 我用一个n 一个 一个 常数刮骨犬 再加上前面一个常数 这个就是我们standard 非常非常standard 什么叫做linear miniar的意思就是指 所有的P跟R 只是X的函数 它没有包含Y的函数 请记住只有X的函数 当然了 为了整齐起见呢 我们把几个定义 写在这边 OK PN-1一直到达P0 Function of X only 这个就是linear的保证 OK Y of X is unknown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它解出来 OK 那最高次项呢 在这个standard form呢 它的coefficient 它的系数呢 是1 OK 请问一下怎么解 我们要把以前讲的东西呢 再讲一次 第一个 假如说 RX等于0 那么就代表它是homogeneous 5s不等于0 就代表non-homogeneous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从这边开始 我们就知道 假设它是linear的 linear可以怎么样 那我们就说 假设你可以找得到它的结 这个每个结呢 因为它是linear的 所以你可以做线性的组合 把它怎么样 重叠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结 YH 可以是C1 Y1 C2 Y2 像这样什么 CN YN 它可以有这么多个 然后你就把它线性组合 加起来 就可以了 假设你有边界条件 就可以把C1 C2 一直到CN呢 这些未知的常数 把它解出来 你就可以得到你一个特定的 一个解 要不然这个就是个general solution 对不对 这个是个general solution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你就 马上就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只有一阶 未分 你只有一个解 两阶未分 会有两个解 当然有时候特别啊 你会有个case 是个single root 一个double root 那这个时候第二个解呢 你就要做 假设完之后 就可以把它求解出来 对不对 假设你N个微分呢 N结呢 N个order 那么你就N个解 Y1一直到YN 那你可以对它做 线性的排列组合 OK 就可以线性的把它做完 而且 而且要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Y1到YN呢 一定要互相independent 也就是说 假设你前面 乘上个什么系数 每一个前面 都乘上什么系数 加起来 一定要让它等的0 假设会这样子 因为Y是随时在改变 Y是x的函数 对不对 它随时在改变 不管它怎么改变 横等式都存在的话 假设要这样子 若如果你能够证明 K1 K2 一直到KN呢 只有一个状况下面 会吻合 那就是他们是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说 它是什么呀 independent 他们要independent 你不能其中有一个是dependent dependent是说 你的姐啊 可以有另外一个呢 经过很简单的运算啊 乘上个什么数字啊 把你变过来 但不要忘掉 我在这边做 Nine Combination的时候 Superposition的时候 我前面本来就乘上一个c啊 我不能说 这个乘上5就等于y2 不行的 你这样子做就没有意义了 OK 那代表这两个答案 你以为是两个 但事实上是只有一个 All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求的这个姐 一定要independent OK 那independent呢 你不是 我们用Ransky来做吗 对不对 我们看到Ransky来做吗 所以Ransky是怎么做 Ransky怎么做 嗯 记不记得 这边有啊 Ransky在这边啊 假设有两个姐 我把她放在一个行列式里头 上面放上她原来的姐 下面对她做一姐未分 假设这个不等于零 她就是independent 要是等于零 那就抱歉 她是dependent 学过行列式等线性代数 你们还没学 下一个section才要学 有两个 两行一样了 行列式就一定等于零 不管是横向一样 还是纵向一样 对不对 那你线性组织 意思就是我可以 比如说他可以用 比如说Y2等于5乘上Y1 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差一个常数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变成两行一样 行列式一定等于零 高中其实已经学过行列式了 高中有学过吧 对嘛 所以这些很简单的idea 所以我可不可以有个超大的Ransky 因为你有N个啊 谁怕谁 我就有个Ransky 看起来很惊人哦 Y1 Y2 YN 第一次微分 YN 微分微到几次呢 当我们这边是second order的时候 我只微到比second order少一次的 一次微分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一直下来 Y1的N减一次方微分 Y2的N减一次方微分 YN的N减一次方 一定要怎么样 不等于零才是independent Right 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 我只是矩阵变得比较大而已啊 OK 当然没有什么也是骗载的 因为矩阵变大一点就很难算啊 对不对 OK已经够复杂了 但是它的idea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 你看跟我们左边比起来 然后什么不一样 也就是这个地方 Y1 Y2 一定要不等于零 它才会什么 代表 Y1 Y2 Or Independent OK 所以那边也要一样 Sure 很简单啊 那紧接着再来一个 先做简单了 也复杂了 大概人家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做 假设 P1 P什么 PN-1 PN-2 Is the P0 R Constants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一边都是Constants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假设 这个是不是Constants 是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Y的 Constants叫做A好不好 A的N-1 我们先讲Homogeneous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Try 我又用同样的方法 那带进去 是不是又得到个特征函数 我也得到个特征函数 Lambda N-4方 A N-1 Lambda的N-1 A1 Lambda 再加上A0 等于A0 我是不是可以把Lambda求解出来 Sure 是不是就可以解出来了 这个简单一点 大家都会解嘛 对不对 复杂一点 大家就不晓得该怎么解了 All right 就同样的做法嘛 我们前面说 假设呢 比这个再复杂一点 是下面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有个名称 叫做什么 U勒高区equation 对不对 U勒高区equation 是不是前面有乘上个X 然后假设我有一个是这样子的 我前面呢 乘上XN-4方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就用同样的做法啦 那我又得到一个特征函数 OK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这个就是特征函数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求出来 M会等于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都一样 你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一样 好 更进一步 假设不等于零呢 是不是我又可以用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的方法 是啊 假设 假设 形式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可不可以用variation parameters的方式 可以呀 我只是 原本不动地搬过去照用而已 OK 所以呢 这一章呢 整个就是在讲这些东西 告诉我们 你应当要怎么做 所以说起来 还用讲吗 几乎不太需要讲 对不对 拿来做了就是了 OK 我们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 这个就隐含着 我们可能可以运用的东西 但是我先不跟你讲 是怎么用 我只讲个很好玩的东西 你把它当作游戏 然后回家想想看 这个游戏呢 跟我要你们回家想的 有什么关系 好不好 好来 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看看 擦掉 各位在微积分的时候 有学过一个很重要的展开式 叫做什么展开式 你们微积分没有教过展开式 泰特展开式没有教过 没有教过 好吧 那我就把它背起来了 有个函数 管你是阿玛格的函数 我一定可以把它展开来 变成一个 serious serious 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东西 power serious 是叫做什么 serious叫做 OK 那你们教我一下 教我一下 不然我每次讲了 每次都不一样 power serious 这个叫什么 密集数 密 密怎么写 一个 一个这个 然后呢 里面一个木 这样子 我写对吗 对 OK 不然大家 果文都不计可 密集数 不是这个集 不然是哪个集 年集的集 密集数 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以一个技术来表达 比如说 比如说 example 比如说 我先把这个写完 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 它里面寄个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他都可以这样子写 也就是说 你去算一个cos 你也可以去算这个无穷系列 算完之后就是等于它的值 OK 那么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它可以这样展开来 而且 我这边这个数值 你告诉我cos的数值 极限在哪边 正负一之内 对不对 它这个有限值 我给它一个x 它就应该得到一个定值 所以就得把后面 纵使有n项 加起来 它只会等于这个值 它不会发散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要把一个方程式 用一个很多个东西 加起来来表示的时候 后面加起来这个极数 一定要收敛 假设不收敛 它不会跑到哪边去了 加完之后比原来的大 甚至于更大 甚至于完全发散掉了 那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假设你要把一个函数 用一个极数来表达的时候 后面这个极数 一定本身要能够收敛才行 OK 这是个基本要求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假设一个极数 我们怎么来表达 但泰勒展开数 展开是它告诉我们 假设一个函数 f of x 我对着某一个点 要展开来 对着某一个点 假设对x0 那这一点展开来 那么它可以写成x0 再加上 一次方阶层分之 f的一次方微分 微完分之后把x放到x0 再x减掉x 再加上 两次方微分 微完分之后把x换成x0 下面除以二阶层 x减掉x0的平方 f的三次方微分 微分完之后 x放到x0 三阶层 x减掉x0的三次方 一直下去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们是正来假的 八一没有教过泰德级数 怎么可能没有教过呢 没有教过 时间不够 你们有没有听过泰德级数 泰德展开 听过名字 记住我是泰德 不是周雄 泰德级数展开 假如说我们从一个概念 我们先不管后面 我们只管前面 我们大概有一点点概念 大概是什么意思 假设你先不管后面 我们看看 假设有x是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f of x 那f of x的函数 假设我先画个很简单的 就是一道直线好不好 这是f of x 假设我找一个感兴趣的点 x0在这里 然后我任意其他的地方 都要以这一点的值 来展开来 那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是管前面这个 后面暂时先不管 好不好 我们暂时先不管 前面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要求的是某个地方的值 假设是这一点 x 请问一下 f在x的这一点的值 等于什么 闭着眼睛想就知道 我一定是这一点的数值 这一点的数值 再加上这个高度差 就是你了 我这一点高度多少 是不是等于这一点的高度 嗯 再加上这一点的高度差 是不是 简单的嘛 所以我这一点的高度是什么呢 f of x 会等于这一点的高度 f的x0 加上这一点的高度 这一点的高度是怎么算 这一点的高度 是不是等于 邪律 乘上 这边的位移量 是不是 邪律是什么 它的微分就是邪律 对不对 乘上这一点的位移量 是不是就OK了 只不过有个很好玩 它的邪律指的是 在这一点上面的邪律 这一点上面的邪律 你说要是本来是一条直线 当然没有问题了 对吧 这还不简单 我这一点的邪律 就是整条的邪律嘛 乘上x几乱x0 就对了 这样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好死不歹的 假设我的这个曲线是y的 请问一下这一点的高度 等于什么 假设这个叫g of x 它是不是等于 这个高度 g在x0的 的这个高度 加上 这个高度差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这个高度差 是什么鬼东西 很简单 我先做这样假设 假设这个变化 不是很大 那我说 这一点的邪律 我可以知道吗 这一点的邪律 这个是它的邪律 它的切线的邪律 我把这个邪律 M 就蓝色这条邪律 乘上这个位移量 得到的是哪一段高度差 这一段 所以我把这一点的数值 加上这一段的高度差 是不是非常靠近它了 对不对 非常靠近它 没有错哦 所以我纵使值交到这边 这两个数值也非常靠近它 但是 只有我这个不是直线啊 你一定有误差 所以呢 我在从这边的一阶微分 可以得到它 我在从二阶微分 开始找手 我就像一步一步修正啊 修正到最后它非常像它 把每一个数值呢 一直加进来 就变成一大串的东西下去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什么 泰勒展开式 泰勒 expansion OK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用到泰勒展开式 非常多哦 记不记得一件事情啊 以前高中在教这个减血震荡的时候啊 他都有说啊 假设一个单白呢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看作减血震荡 当这个白角是怎么样 小于五度左右 对不对 我那时候我就这么想 为什么他知道小于五度就可以 把它当作减血震荡呢 我就去计算sinfida 跟fida的本身的精度量是不是一样 就发觉在五度以下 sinfida的值跟fida本身呢 非常非常非常像 这还是真的耶 他这样做不是假的耶 对不对 但是真正在处理状况的时候 你不能够 什么都是用这种近视的啊 就是说在什么状况下面 sinfida就等于fida 有的时候要更复杂一点 精度要更高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呢 要用到比较多个方式来模拟它 因为sin可能太复杂了 你希望变成一个 你可以处理的这种方程式 那这个时候假设可以变成密集数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假设是sin 我们在零的地方 对它做展开来 x0等于零的地方 对它做展开来 我们来看看 上面 第一个 f要用x等于零的地方 x0等于零的地方 sin零等于多少 零 第二个 sin的微分 变什么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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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在零的地方是多少 一 我应该先这样子写 变成零点的话 我应该变成为 sin 零 再加上 sine x的一次方微分 然后让x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就是上面这个意思 除以一的阶层 再乘上x减掉零 再加上 sine x 两次方微分 微分完之后呢 让x变成零 除以二的阶层 乘上x减掉零的平方 加上 sine x 三次方微分 让x等于零的地方 除以三的阶层 乘上x减掉零的三次方 对不对 假设按照上面 我是这样子写 然后它变成什么 sine零等于零 sine x的微分 变成cos cos在零的地方等于一 1除以1 乘上x 再加上 两次方微分 变成负sine sine一次方微分 变cos cos一次方微分 再微分变负sine 负sine在零的地方 也是零 零除以二阶层的x平方 再来 三次方微分 负cos微分 负sine的微分 再下去变成负的cos 变成负1 除以三阶层 乘上x的三次方 整理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x 加上 减掉 三分之x三次方 三二六 变成三个阶层 加上 后面的五次方 你看看 是不是就变成它了 所以这些怎么来 简单 泰德展开式 就全都把它解决掉 OK 它的idea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 这样子 拼拼凑凑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泰德展开式 是什么意思 数学上面 当然可以证明 它可以这样展开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这后面一定要收敛 什么叫做收敛 收敛就是说 后面数学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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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到后来 你几乎忽略掉它 对它都没有影响 这个才叫做收敛 它绝对不能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那还得了 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越加越大越加越大 最后已经变成不是它了 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 它会不会越来越收敛呢 当然会 在目前的状况下面会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下 像说这个 Exponential Exponential是一个 增加量越来越大 它写成密集数之后 可以等到N个 密集数的相加 但是它好玩是 它下面都有一个 跟你两次方微分 它就两 二的阶层 三次方微分 它就除以三的阶层 这个阶层的变化量 是很快的 对不对 假设大家不相信的话 你拿计算机打打看 看你的计算机好不好 我以前小时候的计算机 大学的时候 买那个计算机 我只要打51 阶层 它就算不出来 51阶层 它就算不出来 你就看看你计算机 可以算到多少 你发觉阶层增加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绝对比你这个平方来得快 绝对比你这个还来得快 所以它很容易收敛起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看 那我怎么知道它收敛 收敛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后面那一项 除以前面那一项 比如说 这是某一项好了 后面那一项 我应该要怎么弄 那我看看有什么符号可以写的 因为我想要讲简单一点 我不想要讲太数学 我这个也不喜欢应该怎么讲 这个总之就是后面那一项 除以前面那一项 但因为怕有正符号 不一样 我干脆把后面那一项的绝对值 除以前面那一项的绝对值 然后让这个相次 往大的地方跑 无穷远处跑 它是不是等一点 假设说是 那就收敛了 也就是说整个数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可以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先来没事干 为什么要用这个 有些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比如说好了 我们一个单摆 一个简邪的 简邪震荡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单摆呢 长度的哦 质量M 所以呢 它有个力量MG 所以经过呢 我们稍微把它切割一下呢 它可以变成这两个力量的 的分量 这个跟它的张力 互相抵消 所以呢 它不会在这边 长度有什么变化 因为被它固定住 所以对它唯一有影响 只有这个力量 对不对 那这个力量是什么 这个θ跟这个θ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分量是MG sinθ 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旋转系统而言 我们应该怎么写 Summation Talk 等于I Alpha 对不对 刺激等于反应嘛 刺激就是力矩啊 力矩呢 现在只有逆时中了 顺时中转的一种力矩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因为θ 这边才叫做正的方向 所以呢 你的旋转 θ的DOT 或者θ的Double Dot 这边才叫做正的 那这个力量是朝向负的 所以一定是负的 MG sinθ 乘上什么 这只是力量而已 要乘上力弊才会成为 力矩啊 力弊是L LLL L写在中间好了 L等于I I就是什么 M L平方 这个叫做I 这个叫做I 乘上Alpha Alpha是什么 θ的Double Dot 对不对 整理一下 M和M消掉了 所以呢 D平方θ DT平方 就是它 要等于 干脆这个一过来 变加的 L 消掉一个 G 除以L的 sinθ 等于零 好 请问一下 请各位解解这题 会不会解 会不会解 这是什么方程式 How many order 它的order是多少 几阶的 Second order 好 紧接着问一个问题 linear还是不linear 什么叫linear 当P跟Q都是X的函数 这边都是Y 它有没有Y的函数 没有啊 它却跑出一个Y的函数出来 sinθ 而不是θ 所以 这么简单的一个函数 告诉我 我们这个学期上到现在 你能解吗 我跟你讲 通通都无法解它 你说我干嘛 我缴了这么多钱 在那边坐了这么久 上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你告诉我 你教的东西 完全没办法解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 那我要干嘛 那我要干嘛 不是闲来没事干嘛 对不对 教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要是爸爸妈妈知道的话 早就爸爸给宰了 我跟你讲 你就发觉 有教育的老师 被人家从七楼丢下来 那真的是教育的 那他这次怎么办呢 好 没有办法 所以在物理里面 我们常常求取一种特殊的状态 假设 这个脚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sai fida 可以写成 x fida 减掉 fida三次方 除以三阶层 加上fida五次方 除以五阶层 减掉 假设fida 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写成 只有第一项 后面呢 就很小 你不相信啊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好来 我们说五度嘛 五度可以嘛 对不对 好 五度呢 是多少进度量 五度是多少 5除以180 乘上排 就是进度量嘛 等于多少 告诉我 算一下 有计算机的 0.087 0.087 是不是 好 这样就好了 减掉 fida的三次方 这个数值的三次方 六点六 四四 乘上十的负四 再除以 三阶层六 是不是 1.14乘上十的负四 所以是 0.0000144 是不是 01嘛 是不是 1.1 诚实的负四 就0.0001嘛 所以这个像 后面这个像 是不是比前面这个像 这个是0.08 这0.0001 是不是差了100倍 差了两欧的 你告诉我 直接算 塞五度等于多少 塞五度 我这个 我这个好像不能算 因为我这个只有加减 成熟 0.08715 0.08715 15 15 所以你看 这个是比它大一点 对不对 但是后面要把它剪掉一个很小的项面 一剪又剪了太多了 所以后面又要再加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发现后面这个 前面这项的1%不到 事实上是 8% 你有800块 然后掉了一块 你有801块 然后掉了一块 你会去剪吗 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剪吧 对不对 所以后面这一项 几乎就可以忽略掉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它就好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的equation 是不是可以进化成 可以写成这样 告诉我这个可不可以剪 可以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原来我们这个展开式呢 假设在我们面对一个难题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帮助 我没有办法全部剪出来 我目前没有办法全部剪出来 但是起码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简化到一种地步呢 我可以解的 而且呢 这个是有道理的 Sign theta可以用 theta来表示 我不是用数字随便来写 而是equation上面 我确实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可以 假设有人说 我不满意 我现在又不是五度 我现在是六度呢 我现在是七度呢 七度跟五度差不了多少啊 差一点点而已啊 能不能做些什么修正项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再多保留一项就好 只不过你再多保留一项 你也是解不出来的 对不对 只是在目前的状况下面 有这么困难的地方 但是以后呢 你们的equation 都没有这么简单的 VM方程equation 你们现在学到了电磁学的equation 随随随便便都蛮复杂的嘛 对不对 第一章都已经把你们搞惨了 对不对 理论力学好了 理论力学不都是文方程吗 对不对 那这个解比较困难 那你总不能每次告诉人家 好不容易把一个equation列出来之后 很高兴告诉人家 我不会解 对不对 他以为问题就解决了 那没有用的 你就是要把它解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个 特殊状态下可以解 假设特殊的状况 就是你的状况 或者是你允许的状况 或者是这个状况呢 就可以达成你什么目标 那你就赚到了 因为呢 透过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简化成它 它你可以解 解出来之后发觉就可以了 所以就代表我们一件事情 你只要做个钟 我这个钟呢 只要摆幅啊 在五度之内啊 基本上我这个解出来的 正确率都很高 就好了 所以就几百年来 钟都是用单摆在摆的 我小时候我们家钟 就是在那摆的 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呢 我们要上去转 那现在都买不到了 现在都是电子钟 OK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告诉我们 它可以在某些状况下面 把我们的equation把它简化 比如小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整个就是物理的 最根本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无法完全解出来 假设可以全世界太平了 就因为我们做不到 管你电脑多powerful 你就是做不到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把它简化到一个 你可以处理的方式 来处理 那你怎么知道 你该怎么样简化 你怎么知道 你简化的过程当中 是合理的呢 不管是物理上合理 在数学上都合理呢 那这边只是给大家看到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用太多展开式 用一个密集数 来表示你自己本身 虽然你搞不清楚干嘛 我告诉你 它可以这样子做 它就可以在你简化的过程当中 提供个很重要的information 就可以了 比如说好了 常常你积分的时候 你会积到一个怪怪的积分 比如说这上面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一个function of x 这怎么积分 常常很复杂 那假如说我可以把它简化呢 不是这个简化这个 简化这整个的导数呢 我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方程式 那是否我这个积分 比如说我下面这个 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成某一种形式 我取三项就够精准了 那是不是这个积分 立刻就变成三项的积分 那个积分谁不为奇 因为前面就是 都是密集数嘛 那是不是变得很好积分 很复杂的积分 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积分 那你就可以handle它 紧接着各位在学的很多的书本里面 它都会告诉你 它的极限在那边 它approach到一个状态下面 我们就要用这招 ok 来解决 好不好 好 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放在这边了 请问一下 假如说你要解的东西 这边都解不出来 我也不要你 用这种简化的方式 把它转换成你可以handle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请大家呢 想想看 你要怎么办 谢谢大家